張聖書老師要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樣只會命格的人 在2018的秋冬 財運很旺 是 剛剛講人情冷暖 秋冬就是比較冷的時候 真的 所以有春天就有冬天 事態炎涼也是必然的 是 對不對 但我們來看 先看看兩位的財博公 一位是天涼 國畢你翻過來我看一下 你自己看沒用 給我看一下 真的 真的 舞曲天象 有 看到了 有個陀融 來 我們來對一下 先看一看 各位觀眾來看一看 你的財博公 連貪 連貪加上貪狼的朋友 兩位都沒有 各位觀眾如果有這兩顆星的 秋冬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今年的貪狼是畫路的 所以這兩顆星加起來在財博公 簡單講起來就是意外之殘 而且要冒一點險 冒一點險其實就是要趕賭一把 可賭一把不是去賭博 沒有沒有 不是 而是什麼 你覺得沒什麼把握的事情 可是這個時候是可以出手的 所以富貴險中求的意義也在這兒 所以有這兩顆星在財博公的人 下半年你碰到的機會 不要在那邊算了半天說到底好不好 到底好不好 因為運不好的人 會把所有的機會看成風險 所以他就會怕 對 然後運氣不好的人 會把機會看成風險 對 他就會做錯的判斷 不敢出去 就像國畢剛剛講 比如說我現在找說 賭力這樣有很好的事來來來做 他說那個是會被騙我吧 他要我這樣子不行 我會吃虧 你越想 所以機會都沒了 對啊 真的也是有些人 每個人都說 好啊那投多少 投多少 他都沒在管 然後他還真的都賺 真的 所以運很重要的地方 運對了 壞事會變好事 運錯了 嘿嘿 你以為你算得清清楚楚 反誤了清清性命 真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兩顆心 剛剛講為什麼 意外之才就是 你不要算那麼清楚了 有這個機會 敢於出手 你就有準機會了 是 再來第二個是 天童加上了巨人 沒有 兩位還是沒有 要供估了 供估了 但是各位觀眾 有這兩顆心的朋友要注意了 這兩顆心 剛剛國畢有提醒了一個事情 這兩顆在下半年 叫做貴人戴財 可是貴人戴財 你剛剛說過了 如果你出門去抱怨 然後呢 因為頭角臉 對不對 然後好像故意還留一個 那種悲觀頭 那種鬍子也不理 人家看了 我要幫他幹嘛 對 不是自己找麻煩嗎 對 所以貴人戴財 重要出去要讓自己 表示一個有自信 你千萬不要出去說 我很無錢 我現在省錢 雪中送炭很難耶 真的 出去要稍微表現一下自己的自信 然後我有些什麼樣的實力 這貴人才能戴財進來 而且最重要的 不能只待在家不出門 不能只靠LINE 對不對 見面三分情 出門去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 貴人戴財 只要一個你就夠了 是 再來第一個就是 天賦 天賦 心 我差一個字 我也差一個字 對 兩位都只差一個字 要算一半 也算一半 但是你看 天賦這一顆心 落入財伯宮的各位朋友 要注意了 這時候 在下半年 天賦這一顆心 比較重享受 有時候 就會懶散 所以國畢剛剛有講 勤快 其實這就是勤快代財 你今天剛剛講 有機會來了 但是你如果很懶散的去做 其實我剛剛聽到你說 四點就起床 直播從八點到六點 我笑 哪有人直播這麼長的 拼命拼成這樣子 一定會翻身的 對 他有時候 他已經播到一個那個 就是 你已經不管東西好不好 人家是看你一個很誠懇 真的 最近剛剛講 勤快 天道酬勤的意義也在這裡 有的人就會覺得 有機會 懶散 所以 可是這時候的天賦 你再懶 你就浪費了 人生的運勢 不是像公車喔 公車五分鐘來一班 運勢可能一倍就來這麼一次 好恐怖喔 是你進去嗎 真的 沒有想 有的人就中一次了 整個人大班人 一次就好 一次還不去掌握 那就 對 沒錯 所以天賦 一定要記得 真的 所以一定要記得了 勤快代財 就行了 那些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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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